Hello 大家好 我是Wiki 這禮拜是PlayStation厲害了 一連出有兩個硬件 第一個是PS5 Slim 薄版主機 第二個是PS的Porto 這段影片先和你講解一下 PS5 Slim 和過往主機有什麼不同 假如你想入手PS5的話 這段影片相信會很幫到你 因為會和你講解 多少錢 有什麼不同 哪裡買 什麼時候買 最後片尾就會分享我個人的預估 以及一些意見 記得留意到最後 開箱我就不會和你講 因為這部機器上網有很多人開箱 我最主要講今次的集中和你講的分別 先看看這部PS5 Slim 和過往的最大分別 首先機箱是沒有寫PS5 Slim 的字 所以記得自己認著包裝 包裝很容易認 就是明顯沒有了手環 以前的手環 以前的手環就是薄機 說明是PS5 Slim 最主要賣點就是 這部機器小了 怎樣小呢 當你拍一部舊版主機上去的話 你就會看到分別了 只要看包裝 你看到明顯是小一個碼 是矮了 窄了 薄了 和這部機器輕了 先講一個尺寸 這次的PS5 Slim 也是好像舊主機分兩個型號 第一個就是光碟版主機 第二個就是數目版主機 所以無論是光碟版或數碟版 比以前是輕量了 大約是小了以前的30%左右 說明是司機版小了 重量當然也會輕了 這次的機器比以往舊機輕了18-20% 為甚麼會18-24%那麼奇怪呢 其實就是取決於到底有沒有Drive 沒錯 這也是PS5的第三個分別 就是藍光碟盤 因為這次的盤是可以拆出來 亦可以安裝上去 換句話說 如果你買了光碟版主機 你可以拆走它 只讀裡面的內置遊戲 如果反過來買了數碼版 後悔 我發覺很多遊戲 可以買實體碟更便宜 你可以安裝Drive 即是變成光碟版 如果你是拆走Drive的話 就是最輕量 就是最輕的 比以前是24%那麼厲害 如果你好像舊機一樣 買了數碼版 其實真的很多時候 都有點被損笨的感覺 怎樣說 因為好像玩數碼版遊戲 不理會每次 除了你不會有偷跑 官方正義一致會被娃娃玩之外 也都是通常這遊戲 全部是定價的 例如之前推出的NBA 2K24 FC24等等 全部官方定價是540 48至568港幣不等 但實體版一出 其實可以買到400頭 總共便宜了8幾元 但如果你玩數碼版 便宜了 這次如果你買了薄機 就不同了 發覺後悔 比我穩定 原來數碼版是最貴的 你可以自己加裝 另一個分別 就是主機用量 舊主機是內置 825GB 不是1TB 可以到薄板主機 雖然部機小了 薄了 輕了 但內置用到1TB 是多了少少的 當然 亦都可以自己 透過安裝SSD 擴充它 暫時可以擴充到4TB 加上1TB 即是5TB 是很足夠的 好 樣子有少少不同了 你看到樣子以前 一體化護蓋 今次就不是了 分了4件 2件 前面2件 這裡有2件 總共4件 以前2件在前後 而且護蓋最主要是 上面用了磨山面 這個也是 設計比較特別 這個護蓋 也可以一插為4件 所以便宜大了 以前好像蜘蛛合鼠機 你換面蓋 不會上下 今次就厲害了 4件的話 可以有4塊護蓋 完全玩Cossova 譬如玩獨極 Spyder-Man 陷進去 變化很大 甚至乎 你可以撞鍋進去 亂撞都可以 所以玩顏色也是 譬如黃色撞白色 將來變化會很大 另一個分別 就是剛才說的 Disk Drive 這個是光碟版主機 這個主機的Disk Drive 可以拆走它 輕量化它 這個就是 另一個分別 另外一個細緻的分別 就是主機 你看到以前是一個 有USB頭 正常USB頭 現在兩個都變成USB Type-C頭 這是不同的地方 來的 主機後面 其實就差不多相約 都有LAN頭 兩個USB舊頭 電源和電源線一樣 另一個 內置看不到的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電腦 其實Wi-Fi不同了 其實Wi-Fi不同了 這次的Slim機是用Wi-Fi錄的 換言之說 你玩無線的話 會更快的 另一個分別 就是 部主機 PS5 可以直放 橫放 以前舊機 有一個 架 可以直放 橫放 橫放 這次是不同了 這次的部主機 沒有架 而省水省力 跟了兩個 阿吉利加透明的材料 最主要是讓你放進去 這裡是兩個頭 剛剛好 就可以插進去這個位置 這樣 這樣就放進去 然後就讓你橫刺 就不會動它 如果你要想直立的話 除了直立放 之外 其實官方出了一個直立架 就是讓它直立專用 當然你這樣放 就不是那麼穩陣的 因為會動來動去 有一個架就最穩陣 所以這次的PS5 Slim 最主要就是 如果你是將來想直放 你就要有額外投資 買到一個直立架 你看到這部機 哇 這部機小了 輕了 薄了 會不會性能差了 將價就薄了 這件事就可以放心了 這次的PS5 Slim機 跟舊主機 是性能一模一樣的 最高它走到4K的60fps 甚至乎120fps 當然就看能不能性能等等 它標榜就寫了8K 不過暫時就沒有8K能支撐 所以是一樣的 聽聞網上的人做過測試 好像說薄機的散熱線 反而好像聲音不同了 好像是小聲了 其他散熱度等等速度 什麼都沒有分別 所以性能是不用擔心的 最後最關心的價錢問題 價錢這次跟舊主機一模一樣定價 都是499美元 如果是港幣的話 互算是4380 即是舊主機都是定價一樣的 不過魔鬼在細節 就是數碼版主機定價 數碼版主機定價就是449美元 跟光碟版相差50美元 其實變相是等於加價的 數碼版的話 反而光碟版就沒有變過 當然啦 如果你買數碼版的話 你將來可以再加錢去換購光碟 光碟的Drive是賣79.99美元 換句話說如果一次過買光碟版是最便宜的 如果後加光碟版是最貴的 至於你說這部機什麼時候推出呢 這部機主機其實已經在美國 日本等的地方已經陸續推出了 至於收到消息就是 在大陸也是今年12月1日推出的 不過不要打算買大陸貨 小心 因為大陸和香港是不同的 大陸會Lock了你部機的上網帳 等等很多東西 你玩一些和蟹遊戲的 小心不要那麼大陸版 那香港版什麼時候推出呢 香港到現在是未有官方發售日期的 所以相信要等Sony 清除它自己倉存的貨 否則相信一出Slim版 大家都有用它買Slim版 因為定價一樣 所以你說什麼時候推出 就視乎Sony內部 就是得它知道 但是你自己去估計 我想來來去去都是聖誕前後 想去農曆新年左右推出 這樣實際上等官方公佈 如果等不及的 不妨可以考慮買日版 日版水貨已經有得賣了 至於你說這部機 是否值得去入手Slim版呢 今年 接下來就很快聖誕節了 如果官方又未知何時出行貨的話 其實你買機的話 可以直接買博版主機 水貨 不過就沒有保養 如果是要看你自己喜歡的設計 空間是否你最大的考慮 如果你的空間會不會 就是欠了30% 很影響到你放不到某某個位置的話 如果你是這個很大的關心的話 就可以考慮博版主機 但如果不是空間最大的考慮 其實是有沒有得玩 過不多次買聖誕禮物呢 其實可以買回九百都可以的 因為定價一樣 其實欠的東西不是太多 而且通常你買舊版主機 首先有特別版主機 Spider-Man那些是博版沒有的 另外就是 你買這個舊版主機 通常是有Discount的 因為官方定價4300來 通常會有Discount 就不會不用跟官方定價 但是如果你的博版主機 就算一出那一下 相信不會有Discount 因為大家都想買新的東西 定價一定是跟隨4300來 沒有什麼Discount的了 所以這些價錢折扣的考慮因素 你可以一平考慮 你不可以決定買不買 另外可能大家有關心 就是會不會還有一部後續機後面呢 其實這個我個人估計 是可能性很高的 我相信有部舖機後面出奇 因為先看過往PC上的PS4的發展力 這些都是SONID流有後續的做法 始終現在CPU都溫了三年多了 相信是有新版的CPU 令它走得順一點 這部機 要用8K的 將來有8K的遊戲內容等等的內容 這部機能夠不夠溫得順呢 會不會走到8K時 只剩下30fps等等的東西呢 因為你見到現在玩這部機 當你要走4K 120fps的話 都要你犧牲一些東西的 譬如你要犧牲畫質 你用到換唱的流順快 我覺得同時有流暢度高 又可以4K最美的畫面 很明顯就是 那顆CPU未夠應付到 所以相信將來的部機 才可以解決問題 當然這個後話 你說什麼時候出普機 我相信有很久了 因為至少至少都留到 Switch第二代的時候 就用假Switch了 所以不會這麼快的 其實今年PS5已經出了很多很多大作 WAR、Spider-Man等等大作 基本上已經出了 但是一再無了期等到普機 這也是個人的考慮 如果想今年已經入手 做聖誕禮物的話 不妨可以在SIM機 和舊版主機上考慮 喜歡這段影片 和我的分析的話 記得讚好廣東話YouTube Channel 支持廣東話的電話頻道 還有記得訂閱和分享出去 讓更多的朋友們知道 好 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аб 不 比較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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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STATION